這兩天我們看到美國國防部 這個在答覆一個記者提問 就是說問這個五角大廈 有沒有能力去炸毀 中國在南沙的這個島礁 那我們看到這一個排場 有一個蠻特別的 過去比較少看到 看到有一個是參謀聯席會議的 參謀主任 一個陸戰隊的中將出來發言 這樣的排場過去是比較少見 比較耐人尋味 為什麼一個陸戰隊的參謀聯席會議 參謀主任會在記者會上面現身 那我們的觀察是覺得 這當然是背後是有一定的安排 不敢說是套好招 但是就是說 不是空軍不是海軍的一個陸戰隊的 將來針對這個問題做答覆 而且他的答案也非常的有趣 他也沒有直接說有或沒有這樣的能力 但他講說美軍過去在二戰的時候 特別去提二次大戰的時候 有攻陷島礁的豐富經驗 那又強調說 這個是美軍陸戰隊的核心能力 為什麼這樣打 事實上這樣打 我覺得坦白講 是有一點在消遣中國的味道 因為我們看到過去二次世界大戰 太平洋戰爭的時候 那時候的確負責要這個攻陷島礁 當然都是陸戰隊主要的任務 兩棲登陸 那我們看到他從整個西太平洋 這個瓜達卡納爾 關島 天寧島 這個柏劉 馬哨爾 一大堆反正好多的小島 整個太平洋島嶼幾乎 那時候頭一天是日軍佔領 後來美軍全部拿回來 不能說這個不被摧毀之力 但是要拿回來不是問題 那我覺得陸戰隊中將 他叫麥肯錫 他的這個答覆 他故意不講Yes或No 這個意思是 你現在中國的島礁這個才多大 看一下這個柱壁礁 榕鼠礁這個美濟礁 本來這個都是水位身高 就不見了 這個水位下降才會看到 現在蓋成這樣子 這三個島礁都有三千公尺的跑道 還有軍港 但是你要看他的面積 事實上都還是很有限 我替他翻譯 不能說翻譯 替他解讀 就是說他的語意簡單來講 就是說這根本跟能力沒有問題 能力絕對沒問題 不是能不能的問題 是要不要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談話 的確某個程度 也是在口頭跟這個言語上 警告的味道很濃厚 那針對性也很濃厚 那當然除了中國之外 還有在針對誰 所以這一個談話 我覺得當然是針對 最近南海的這些問題 那另外剛才談到說 美軍的B-52H 最近11天來繞三次 那一個月內已經是四次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的 這個值得觀察 就對我們台灣來講 共機繞台已經三四十次了 你今天可以來台灣周邊繞 人家美軍不能到你家門口去繞嗎 你騷擾人家是什麼感覺 那我覺得老美可能也是替我們出口氣 讓你感受一下這是什麼感覺 被騷擾跟被威脅 原來是這樣的滋味 不是只有你可以去騷擾別人 別人也可以來騷擾你 有趣的就是說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事件 他本來是一個民間 這個航戰的網路曝光出來的 但美國空軍後來有出來證實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也是他的一個 心理戰的操作手法 也是故意的 所以你看他這個航線圖 也非常有趣 這是從關島 你看他這樣飛 台灣在這裡 事實上關島離台灣 大概差不多兩千五百公里 那你看他不是直線 所以我們在看他單趟距離 他飛到這個位置 大概是廣東外海 大概兩百五十公里的位置 那這樣子飛的初步 這個初孤來講 大概單趟超過三千公里 往返就是回到關島 這個他們叫安德森基地 大概就六千公里 那我們看到之前 這個中共軍機繞台 有時候他是從內陸 比較遠的地方出來 然後這樣繞 有時候從北方公國海峽這樣繞 但是你繞的距離 我覺得老美是故意要打臉他 那你看看我可以飛多遠 六千來回六千 你就在這裡繞而已 就在這裡繞 你的目標是說要飛到關島來 第二島鏈有一天要來打擊我 那我現在不用你來打擊 我飛到你這裡來 你敢不敢打 不然你打打看 我覺得這個都有這個同樣 他們對中國也是在做心理戰 那還有另外一個重點是說 過去他們這一個 美軍出來講說 他們這個叫這個 CBP的任務 持續轟炸的任務 過去有類似的演訓 但是事實上過去沒有曝光 為什麼最近頻頻讓航線曝光 你看他走巴斯海峽 就這一塊是過去在第一島鏈 事實上因為北面的這個宮古海峽 本來駐日有美軍 然後還有日本的自衛隊 所以這一塊他們守得很緊 每次只要軍機出來 他們一定都是監控 但是現在比較大的一個防衛空窗 就是巴斯海峽 因為菲律賓我們知道 他空軍不強 他也不可能去管 幾乎沒有空軍 你講的是實話 但我們不要去 我也不是消遣 當然就是說 基本上這一塊是一個空窗 唯獨只有台灣能夠守 那台灣現在等於說 因為他們這樣頻頻繞 我們當然我們這個某個程度 我們的任務也很繁重 那老美我覺得他也是看不下去 某個程度也是在協助 甚至他自己的國家利益 也是在這一塊 所以這個空窗 他等於要藉這些演訓 把他補起來 未來這個地方 事實上B-52 他雖然是一架 老康康的這個轟炸機 事實上老共的轟六也很老 但是他上面的載彈量 還是非常可怕 他載彈量可以高達30噸 30噸 對 那可以掛20枚的這個 長程的巡弋飛彈 HM-86 那上面是 事實上也可以帶核彈頭 所以這一型的轟炸機飛出來 他之前只要到朝鮮半島去飛 金小胖就跳腳 很緊張 因為他就會擔心上面有核彈頭 是不是要來打我 所以他有一個這個戰略威懾 核子威懾的 這一個政治的味道在 所以飛到這裡來 用B-52來這裡繞兩下 當然也是警告中國 要嘛你就是不要在這個地方在造勢 另外就是說你如果是針對我 或者是針對亞太這些國家 我們是有能力反制的 不只我可以用B-52來這裡飛飛而已 我上面帶的這一個 不管是公路的巡弋飛彈 它公路巡弋飛彈 這個至少射程都超過1000公里 我打地上的這個地面目標 等於它南部戰區 東部戰區都是它範圍 那海上的話 你這個航母戰鬥群 你要再從這個東海再下來 要再上去要再繞台要什麼的 其實我掛我的這個反艦的 這一個飛彈 同樣都是在我的攻擊範圍之內 它甚至可以把東海跟南海 兩邊的艦隊的勢力分為二 所以有多重的這個戰略意涵 所以整個下來 我們就觀察就是說 最近美國開始出手了 不只是言語上我們剛剛講 陸戰隊的這一個 這個中將都出來嗆 直接用嗆這種說法 過去真的不常見 那實際的作為上面 除了B-52來這邊繞 那前一陣子上個星期而已 它的兩艘神盾艦 也是穿越它的西沙的 這一個十二海浬以內 那國防部長馬提斯從上到下 好幾個這個美軍的高層官員 都公開 不只是嗆中國剛剛談到說 這個把它踢出環太平洋軍演 甚至就言語上 這兩天更直接公開講說 我會跟台灣進行軍事合作 這在過去幾乎也沒有見過 因為他們過去 還是蠻怕觸怒中國的 所以私底下會跟台灣的軍方交流 但公開 甚至這樣國防部長 層級的官員 公開在國際的場合 去談這樣的話 還是第一次看到 周末晚間九點進行鎖定 正直到了周末版 從日ジャパ happy 感谢观看